当年农村的医疗条件也不好 好多人生孩子呢 也没有到医院去 对 不可能到医院去的 就是在家里面是吧 对 对 这是晚上 尤其是晚上最多 很辛苦了 对 就是夜里半夜三更 就跑过去 您来跟您说一声 您会很累 明天上午九点再生 那不行 那也没法上的 那也不可能 就是人家叫了 马上立马就跑 夜里三点多要生孩子 请您去 您站在门口就 孩子被捡跑了一会儿 孩子就生下来了 人家吓出来的 晚上出去害怕吗 晚上出去害怕 就是唱着歌壮胆 就唱 咱们工人有力量 什么的那种 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 你要是唱不全 就别趁头以后 哪儿唱个一句就拉倒去 那天妈我有个问题 您是给孩子 接生出来 去之前害怕呢 还是接生完以后 回家的时候害怕呢 去之前最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 人家一两条命在我手里 所以接生完就特别的害怕 就感觉没有一点底的感觉 怕完了不给钱 是不是 这个不怕 那会儿你撒一条件这么好 有没有想过说 到一个专业的学校 我去学一下 专业的音乐学院 我正经学学学接生 学学专业的演唱 有没有 这是我从小一直到大 就想的一个问题 到现在我还在想 这就是我想渴望的 这个学习 一直都没有实现 真的呀 但我觉得您的高音 实在是真的太高了 高音可能是小时候练的吧 就是家里没人领 就是使劲地叫 我妈只要一走 我抱着腿不松 就叫得要命 都就被来一顿 然后朝那凳子上一出来 好 得哭半天 好像现在的孩子 没有这样 我印象中都有 好多孩子 抱着爸爸妈妈的腿 不让上班去 父母也很难受 孩子都很难受 你看看 大家打得多惨 孩子们就好了 出了一批歌唱家那年 救命啊 救命啊 今天来到现场了 我们很想在现场展示一下 天妈的高音啊 让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好吗 哎呦 怎么还难过了呢 没有 哎呦 想起什么来了 就是想起这个 想起当年来了 对对对 好 就是想起这个学习的机会 对我太难了 是是是是 很开心能跟您在一个舞台上 聊一聊家常 对 谢谢郭老师 对对 而且还把您说哭了 我特别想配合您哭 我实在 就下次哭给你看 好吧 其实这几个孩子也都挺能唱的 嗓子也都挺高的 嗓子都挺好的 让他们先喊两声 然后让天妈酝酿一下 其实他们几个那边 我来替您挑一个啊 姐夫还行 今天天妈老师在这儿了 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 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船 好 谢谢张浩伦 谢谢 谢谢 唱得真好 唱得真好 那么你告诉我 你那个高音在哪了 你把这个青藏高原 都唱成盆地了 谢谢大家